今天我主要是讲阴系学 大家知道过去我们都把阴系学是放在语音学中间来讲 但是语音学有很多分支学科 那么阴系学是其中的一个小的分支 那么这门课程的主要的目的和要求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大家知道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 过去我们说是134 最近又新发现一种135 我们只要发现一个就在往上加一个 前不久我们出了一本书叫《中国的语言》 这本书里头一共收了129个语言 那么那本书是结稿到2001年 2001年以后 当时有几个语言没收进去的原因 比如说俄罗斯语我们是没有收进去 另外还有埃努语我们没有收进去 当时实际上也已经130亿 为什么没有收进去呢 当时对埃努语是不是一个独立的语言有不同意见 那么现在大致国内的学术界已经确定它是一个缓和语 那么我们最近也出了一本书叫《埃努语研究》 大家知道中国的语言资源非常非常的丰富 尤其是语音资源 我想讲一个小故事 1994年我在法国 当时准备参加国际汉南语会议 我早去了一个月的时间 我在吴文字语言研究中心 遇到了美国一个很著名的实验语言学家 Ledford 这个人现在已经不在了 他在法国吴文字语言研究中心做讲演 就讲语音学 讲试验语音学 他举了一些例子 他就把中国少数名的语言缅甸语中间 一些其他周边语言中间的轻壁音 就是轻化壁音 大家知道少数名的语言中间这种轻化壁音很多 像m m m 就是发m的时候 同时气流从鼻子里头出来 他把这些音看作为在缅甸语中间有这种音的时候 如火之宝 他做了大量的语言实验 当时我心里想 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中间这些语音要是比比皆是 就是大家如果是要调查过少数民族语言的像苗瑶语中间 动态语中间 藏面语中间 这些像这样的轻壁音的话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么这就仅是一个例子了 就是外国的实验语音学家对这样一些语音现象是如何制保 大家知道我们少数民族语言中间的语音资源应该说是 可以说现在我们国际语音学会公布的国际音标表 就包括不了我们中国的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语言语音现象 后头我们会要告诉大家 我们哪些东西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间所特有 别的地方一般很少 当然了 比如像非洲语言也有一些像西七英很多 我们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间只是在感叹词中间出现西七英的现象 比如像藏语中间 一听到人家说什么事情 他感觉很进去 这就是一个西七英 他也表示一种惊讶的感情 那么像这种情况 我们过去一般在语音学中间的话不是太注意 但是现在就不同了 我们现在在做少数民族语言描写研究的时候 就要把这样一些丰富的语言资源把它记录下来 完了以后来丰富我们语音学的保护 所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间的语言资源 如果是毫不夸张的来说 如果很好地把它记录下来 做上语图和语音实验 我觉得是绝对可以大大的丰富国际语音学界 大家知道 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 最多的色差音有五套 大家知道国际音标中间基本上是没有色差音 没有这个符号 只有最近一段时间才陆陆续续的把国际音标中间的色差音 把色音跟差音合在一块做成了一个字符 那么我们现在国内一般往往采用双字母来表示色差音 在50年代的时候 大家知道罗长培先生给我们课上讲语音学的时候就讲到 国外的学者不承认中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中间的色差音 他认为都是符符音 因为我们是用了两个字母来代表 但实际上从实验语音学的角度来看 色差音仍然是一个单符音 而不是符符音 但是有的比如像唇齿色差音 西安话中间有符 骂人的时候你是符 就是猪 他说符符符 这些音是一个唇齿 就是符跟符的色差音 那么有的人认为它是双部尾 从唇到齿双部尾很可能是一个符符音 但是我们中国仍然把它看作为单部尾的色差音 那么如果说要按照这种来看的话 我们中国境内的色差音就有七八套之多 但是有的语言最多的就有五套 同时有五套区别词语的 它这个五套一般都是像比如说像舌尖前的 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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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种 完了卷舌的像普通话中间 支支支支支支支这一类的 完了舌叶的支支支支支支 完了舌面的支支支支支 完了舌面中的支支支支支支 大家可能在一个语言中这么丰富的色差音 如果说没有经过语音学训练的人 很可能一下子听不出来它之间的区别 在少数民族语言中间有好几种语言 它这五套色差音都是区别词语的 都是有音味价值的 所以大家想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间的语音现象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再比如说我举一些例子 少数民族语言中间可能有 这个原因有长短 有松紧 有卷舌不卷舌 有笔画非笔画 有的语言中间 罗子群老师现在在场 我们记录的云南边境上的一个怒族的怒苏语 它这个单元音 一个单元音它既有井猴 同时又带卷舌还带笔画 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都很难用什么符号来表达 大家知道 比如说我们一个乌原音 井猴我们一般在底下加这个来表示 这个卷舌在旁边加一个道儿来表示 然后笔画在上头加一个烂文来表示 大家看看 这样一个符号 就是这样一个单元音的性质 它既带井猴又带笔画还带卷舌 那么像枪语中间 像笔画带卷舌的这种情况也很多 所以大家知道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间的语音现象 确实是非常丰富 所以我们英系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中间的 这样一些特殊的语音现象把它整个的记录下来 来丰富整个国际语言世界的这样一个宝库 所以这个事情现在大家知道 我们在80年代初期就开始做实验语言学 那么美国有一个语言学家 把全球的各种各样的声音 他都把它记录下来做成语图 然后通过这个语图又反过的来看 这个语言的音色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音库 现在在全球 过去是Ledford在做 现在我们现在也在做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 对我们来说 这个英系学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国家非常丰富的语音资源 这是我想我们要这本科所要讲的第一个 第二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 就是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 掌握一门记录和分析 汉荡语系语言 因为系统的技巧 另外 对记录和分析 非汉荡语系其他语言也有一定的帮助 大概中国大家知道 我们一般是分析中国的语言有五个语系 第一是汉荡最多 将近有八十个语言 第二是阿尔泰 这个是北方 像突厥蒙古满通古斯属于阿尔泰语系 那么这些语言是基本上属于连着型的语言 再一个就是南亚 在我们西南角上 主要是属于南亚语系的孟高绵语族 另外还有一部分属于越莽语族 就是我们国内的京语 实际上就是越南语 此外 可能我们国内还有一部分南岛语 南岛语主要是不在台湾 大概过去一共有二十二种语言 现在活着的大概只有十七种 那么这个语言 到底是放不放在汉荡语系中间 现在还有不同的争论 那么从后天开始 在上海复旦大学要开个会议 讲这些语言到底哪些有情缘关系 要开这么一个会议 这是第三次了 那么再一个就是印欧语 印欧语在我们国内比较少 现在我们大概已经确认的 俄罗斯语是印欧语 塔奇克语是印欧语 那么最近很可能 新发现的语言中间 托尔克语是不是放在印欧语 我们现在还没有最后定论 那么有的人认为它可能属于波斯语 或者是跟我们阿尔泰语的混合 也可能像埃伊诺语也是属于这种类型 那么我们这门课程 为什么说主要是要记录和分析汉荡语系语言呢 大家知道目的性比较明确 因为我们现在这课题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记录藏面语族语言 可能也有少量的要今后会涉及到苗瑶和动态语族语言 那么这些语言基本上都是有声调的语言 那么我们可能在这个课程上的话 分析音微系统和语音系统的时候 主要是要采用分析原音和辅音和声调 或者生母或者韵母或者声调 这样一个系统 主要着重在这方面 当然了 学习了分析音微系统的方法 对任何记录其他的汉荡语系语言也是有帮助的 第三个要求 我们这次这门课程的话 要熟练并且认识掌握国基因标这些各种附加符号 刚才我说了国基因标表上的国际语言学会 不断的在修订 在修订过程中间 在主表中间的话 它基本上没有增加更多的符号 但是在附加符号方面 它不断的在丰富 不断的在补充 像刚才我说的像轻化鼻音 我们一般是在鼻音底下画一个圆圈 来表示轻化 那么现在国际语言学会基本上规定了 不管是原音或者是辅音 只要带音的 那么如果说这些带音的符号发生轻化的话 就在底下加一个圆圈 都是这个符号了 那么附加符号很多 我说我在课程中间的会 结合我们国内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特点 给大家一个比较完整的国基因标表 这个国基因标表要比国际语言学会公布的表要丰富 多得多 同时的话 我还给大家一篇文章 就是前不久我跟江迪和写的 发表在民族语言上头 这篇文章如果大家没有 我可以考给大家 因为我这次把电子版带来了 那么这里头有很多解释 这是我们国内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记录过程中间的一些特殊的语音现象 结合具体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那么再一个就是希望通过这次课程的话 能够进一步的提高自己听音变音和记音的能力 这个是一个很怎么说呢 大家知道高校中间的话 语音学的课程在语音学概论中都会讲一点语音学的基本 但是这个课程要真正的学会听音变音 记音同时分析音乐系统 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那是非常需要反复的训练 反复的来实习才能够做得到 那么我们这门课程的话 我想主要是放在熟练认识掌握过基音标 这些各种附加符号 同时提高听音变音和记音的能力上 同时最后我后头会讲到这门课程 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 下面我会讲说一下音系学和语音学的关系 刚才我大体上已经讲到了 音系学实际上是语音学中间的一个分支 主要着重记录分析一个具体语言的语音系统 音系学主要是大家知道 人类的语言 它发出来的声音 它是有一个自己的系统 每一个语言不管是假语言或者疑语言 或者是方言甚至于图语 或者是在底下的图语 每一个语言的语音系统往往是有差异的 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在一个语言调查的过程中间 要记录很多的点 比如说我们50年的大调查的时候 藏语我们一共记了96个点 语语一共记录了34个点 语语听说记录了300多个点 就因为我们要了解不同地区的语音面貌 到底有什么有多大的差异 这些差异往往会反映在音味的多少 语音系统的那样的不同 发音的特征的不同 甚至于有的人这个人的发音和那个人的发音 在特点上都会有一些差异 但是有的差异它有音味价值 有的差异没有音味价值 我们在记录少数民族语言分析音味系统的时候 要把这些有音味价值的差异和没有音味价值的差异都要把它记录下来 语音学是讲人类发音的各个角度来分析它人类发出来的声音 比如说从生理的角度来讲 就讲生理语音学 讲人的发音器官 声音到了人的口腔里头和鼻腔里头 它会受到发音器官的调节 因此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来 那么语音学的话就要研究人类发音器官 它的鼻腔和口腔的共鸣器 是怎么调节声音的 从物理的角度来讲 语音学就是研究人的发音机制 它的口腔 它的鼻腔 它的声带 包括它的气流从肺中间呼出来 那么它是怎么在口腔中间受到各种的阻碍 或者局部的阻碍 或者全部的阻碍 因此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 再从声学的角度来讲 这个声音是怎么样通过声带的颤动 有的声带是部分颤动 有的是局部颤动 有的是发现两头拉紧 中间有个小气门出来 像耳语那样的声音出来 这个都有它一个交际功能 都有它的社会功能在起作用 那么因此的话 语音学它又要研究发生的机制 那么此外由于科学的不断的水平的不断的提高 大家知道过去讲语音学的时候有一门课程 就是讲实验语音学的时候 刚我们五二年罗上币先生给我们讲语音学的时候 那时候的仪器是非常非常的落后 实验的时候 比如讲声带颤动的时候 拿音叉这么一弄 音叉有长的 有中的 有短的 短的声音发出来很尖 长的发出来很内 完了以后它敲不同的声音 使物体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来 它因为震动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来说明声音发出来的原理 现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是多得不得了 尤其是实验语音学的仪器越来越丰富 实验语音学已经成为单独的语音学中间的一门课程 再比如刚才我讲的生理语音学可能还会研究到人的大脑的失语现象 比方龙雅人的语言它为什么会失掉语音 这个也是我们生理云学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所以语音学研究的方面非常多 那么我们这里头的话 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是要解决我们人从发出声音来 口腔中间跟声音有关系的所有的问题 我们都要进行研究 那么音系学的跟语音学相关的部分 就是刚才我说的 他要研究他的发音器官 发音方法 以及发出声音在口腔和鼻腔中间产生共鸣 哪些是代音 哪些是不代音 因此的话要对他的各种音微系统来进行描写 因此它有一部分内容是跟音系学是完全同别的 比如说我们必须的知道人的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 首先它的基本的原理要有声带的颤动 完了以后在口腔中间受到口腔公鸣器的调节 或者鼻腔公鸣器的调节 完了在口腔部位或者鼻腔部位哪个地方受到阻碍 是全部阻碍还是部分阻碍 因此的话调吸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出来 大家知道人类语言的声音是无成的 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把它分析出来的 是把它根据发音出来 共鸣器的调节以后在不同的部位发生阻碍 只能够记录一个阶段 一个部位一个部位 把它切成了十几个部位 调节的时候可能有若干的高的中的低的比较低的 这样若干的层次来把它分出来 实际上这个语音是无限的 它不可能说你这样几个符号就可能把所有的语音线上都能够记录得非常确切 只能够是一个大概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英文系统的描写呢 就是因为我们所记录的符号跟它实际上发出的声音 可能之间的话是有一定距离的 那么这个英系学主要就是刚才我说了 主要是分析这个语音学中间的整理人类语音发出的声音 它有怎么样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我们是用国际音标把它记录下来 把它整理出这个系统出来 通过调查研究把它归纳出来 这么一个系统 这么一门学问 Power 那就 小香 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